你 你 有什么事啊 夏娇姐 你说一个男的得多不聊 才会随随便便 领一个女人来 偏利一个女人呢 赵齐平你个王八蛋 被你看出来了 最开始还差点 被你们俩给骗了 想说听本是吧 三天不到就有新女友了 可是等现场剧情 一紧张啊 宁二位就狂露马脚 哪有情敌在面前 还只顾着看戏的 他不听去 难怪你这么怕他 果然精明 赵齐平 我可不帮你做挡箭牌了 我还是先走了 再见 喂 喂 你就这么走了 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你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 你得听我解释 我今天晚上不是无理取闹 我是在拜房奈姐的大忙呢 走 找我给你喝酒说 太晚了 我们里还有手术呢 我得对病人负责的 送你回家吧 可是你已经误会了 误会我死缠乱打 不要脸了 要不然你不会找个女的过来啊 想让我知难而退啊 不可能 明天晚上的时间给我 我一定要解释清楚 不能平白我无端坏人 还有啊 你也要向我解释 刚才那位女性朋友 怎么回事啊 哎 美女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 已经分手了吗 对啊 分手了 你说了算 可是分手了 我也不妨碍把话说清楚 把形象拔高大吧 明天 明天轮到我说啊算数 公平合理 谢谢医生 那医生 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这个之后会有护士 专门告诉你 好吧 好 谢谢您 麻烦您了 谢谢 谢谢您 您应该准备下台手术 那转的上 我知道 您还可以 还有一护士 也要护士 我护士 我护士 一个 还有一护士 我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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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护士 你护士 我护士 你护士 说一下 赵子萍 你怎么还在啊 怎么 假意气不行啊 看你被轮到这么惨 肯定没有精力开车 特意楼下来送你 怎么样 感动吗 那就谢谢你了 不过 我今天确实太累了 可能没办法跟你聊太多 我有这么没有眼力见吗 你都累成这样了 有什么话我改天再说呗 你就当我是个好心的车夫 是秦一善 这次刚好轮到你就行 走吧 真没骗你们啊 真的假的 真挺忙的 以前不觉得 现在才知道 搞公司是个辛苦活儿 什么事都要自己参与 就我那小公司啊 把我累得够呛 不信你们会摇鞭啊 还真是 活这么久了吧 什么奇奇怪怪的事 都能见到 徐总现在可是日理万机的 我爸都拿他给补养网上 我得走了 你们能玩啊 不是吧 你刚来又要走 你最近怎么了 聚会都早退 忙什么呢 秘密 不告诉你们 拜拜 再见 别管我 我以前主动痛上门 去给某个工作专业 这种丑事我会说 赵紫萍啊 赵紫萍 为了你 我可是牺牲大 笑什么呢 卫兄又在拍你的马屁 你看 吹声补黄 你干嘛又厉害了吧 都生病了 还这么努力工作 你也请假吧 病人生病找医生 医生生病就活该 还挺着呗 你看 这句话是诗经里边的 从字面上的意思解释呢 就是 卫兄又去安迪家了 安迪热情招待 但是卫兄为了博美人一笑 没少拍安迪的马屁 所以这里就用了 吹声鼓黄 而不是前面那句 我有嘉宾 鼓涩吹声 有没有 他的意思呢 是在讽刺卫兄 巧舌如簧 这两人 公开打起马桥 太无耻了 我是不是解释得 不够通俗了 你故意捡热来讽刺我有硬 事实嘛 我就是这么一个低碳男 没事喜欢宅在家里看看书 看到精彩之处 希望身边有个人 能够切瘦切瘦 或者一个眼神 也能会心一笑的 可是你不是这么个人 强扭得挂不甜 可是你情绪低了 不也喜欢疯狂一把吗 你不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挺开心的吗 我又不是神仙 即使看病都有误诊率 何况是我不擅长地看人 你很好 但不是我那杯茶 你是不是喜欢安迪 你就是在看到安迪之后 改变主意的 你接近魏大哥 要跟魏大哥做朋友 是不是为了接近安迪 怎么可能 我没你想象那么卑劣 是 我底线是不高 但我也不至于那么阴暗 可是 不用可是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有趣 你也不能理解 我也解释不清楚 还有 你现在属于伪装停车 最好把车先挪开 我就不挪 那为什么每次我问你什么时候 下班你都回答我 你从来都不拒绝我来接你 这不算是什么呀 我每次的拒绝 你都以为我是一厢情愿的 我再怎么拒绝你也不当回事 那我干嘛还分那脑子 你以为我想跟你玩 猫咒老鼠的游戏啊 每次不都是你死机白烈 非要送我回去吗 我还有车不能开 只能把车扔在医院里 第二天早上还跟别人 抢出租车 你以为我愿意啊 反正我就是不放弃你 那要不然你选看什么书 你给我立个书单 我也看啊 对 你说得很对 我就是很关注安迪 我每次从手术室一出来 打开手机第一件事 就是看安迪的微博 可以吗 可以放我走了吗 你塞我啊 你没事吧 我 等一下 等一下 别动 闻起来 慢 来 慢 慢 慢点 慢点 不要 别动 您这儿不就不 没事 调病 我伪装停车出车祸了 怎么办 在哪儿呢 要不要过去帮忙 不用 果然没事 对方摔了一下 重不重啊 重的话赶紧送月 赶紧检查检查 要是不重 就赶紧赔钱了事 这事你全责处理起来 挺好的 挺好的 行 我知道了 我先跟他谈谈 实在不行啊 我再抠你 行行 拜拜 我看你没怎么受伤嘛 私了吧 你报个价 你 你这小姑娘怎么这样啊 你把车停成这样 你连这对不起都不说 大哥大哥 您别生气 她也不是故意的 这与其他晚上 谁都回不了家 不如各让一步 咱们协商解决 您说呢 对不起 是我的责任 你说吧 多少钱 那 那就五百块钱 五百 太高了 你这个出动车 加起来不超过一千块钱 你张嘴管我要五百 你当我傻呀 你伪装停车 您还有理啊 我还没问你 赔精神损失费呢 你要是这样 我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来怎么说 你这个小出动车 报废了也就值这么多钱 警察来了能怎么说呀 我是无所谓呀 他要是扣了我的车 我还有别的车可以开 但是你的车 要是被扣了的话 可能明天连出行都有问题吧 明白 那你说多少 三百 不行 我看你是个小姑娘 所以不跟你计较 你现在这个态度 我还是选择报警 赵医生看得眼花缭乱 恨不得自己掏五百元 结束争辩 本来就是乱停车造成的麻烦 也不缺这几个钱 可曲萧萧就是不依不饶 为了道义 她不能扭头就走 扔下曲萧萧一个小姑娘 跟男人吵架 可心中却对她的刁蛮和凡人厌恶至极 四百 二十 八块 一分不少 我不让你走 刚才你明明可以走的时候 你都没有走 你留下来陪我 说明你心里对我还是很好的 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啊 对不起 刚才发生的事情 正好印证了我的观点 对于有些人可以求同存异 对于有些人只能排阴 住车 让你天天皆皆总让你犯贱 这人不但不赏钱 这么惊殲 我要小女活该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